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字点灯写下 合作对抗疫情 台日友谊长存 携手前行等字样 随后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报道 台北101用五种字样写下的感谢 强调台日友谊 不过其实日本捐赠台湾疫苗的这条路上并不平衡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接力抨击日本政府赞台疫苗不会得逞 批评日方干涉内政 同时不断透过外交管道施压 就连疫苗来台前的最后一刻 中共驻日大使馆还派攻时威吓 我们必须告诉中国 人性是一个最基本的考量 如果你在国际上阻挠台湾正常取得疫苗 却又希望送疫苗来笼络台湾人心 不只台湾人 全世界没有人会接受这样子的两手策略 以及把人命 健康 防疫当作政治手段来操作 其实当日航班机抵达台湾后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就随即在推特转发新闻写道 安全到台湾 这句话似乎透露着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能放下了 还有眼尖的航空迷发现 当日航飞到东海上空之际 一架美军海军陆战队侦察机从冲实美军基地出发一路跟随 似乎有意发出美国我正在关注的讯号 患难中日本的暖心原著写下历史的一页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发文指出 我们并不认为日本的报答多么完美 只是尽力做现阶段能做的 但真的非常多的日本民众真心希望为台湾朋友做事 引发台湾网友号召发起暗赞行动 希望一起到日台交流协会的官方Facebook说声谢谢 至少达到124万个感谢 不少网友透过留言向日本传达最深的感谢心意 新唐人亚帝电视赵团云台湾台北报道